哇 你好啊 欢迎来到北美观察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加拿大的温哥华 讲一个三二一的故事 这个三指的是父子三人 这个二呢 指的是两张电影票 这个一说的是日常生活当中经常碰到的一个道理 那就是沉默成本 这个经济学的一个原理 故事并不长 但有点烧脑 你是不是要挑战一下自己 看看能不能在短短的几分钟之内 去了解这个随时发生在我们身边的经济学的原理呢 好 让我们先从两张电影票说起 哥哥捷克和弟弟大卫 是一对生活在加拿大温哥华的高中生 他们的父亲是在大学里教经济学的教授 这是一个阳光灿烂的星期天 一家人坐在后院里聊天 谈到了昨天兄弟俩看电影时的争论 到了周末了嘛 兄弟俩想放松一下 于是每个人花了20块钱买了票 相约去看电影 可谁知道呢 电影放到了20分钟的时候 他俩都觉得很失望 这电影不好看呢 这个时候就有了一个选择了 继续看下去吧 还得再忍110分钟 现在就走呢 这两张电影票已经花了40块钱了 那到底是看呢 还是起身就走呢 哥哥说 不好看啊 咱就走吧 坐在电影院里也是受罪 有那110分钟啊 还不如去打打游戏看看书 干点自己喜欢干的 这弟弟说啊 这电影再烂 可这票啊 也是咱们自决自愿掏钱买的 40块钱呢 不能就这么白白丢了呀 这兄弟俩是各持己见 意见不同意 后来呢 哥哥起身 离开了电影院 弟弟呢 坚持把电影给看完了 那么谁的选择更好呢 现在呢 他们俩就把这个问题 抛给了父亲 父亲说 其实啊 这个问题并没有标准的固定的答案 这要看当时 每个人所处的具体的情况而定 哥哥问 如果当时你在电影院里 如果你从经济学的角度来想这个问题 那你会怎么办呢 嘿 你这个想法倒是挺有意思的啊 那好 那咱们就从经济学的角度来分析几项吧 父亲说 我过去啊 曾经给你们讲过成本的定义 你们还记得吗 弟弟回答说 当然记得了 成本就是放弃了的最大的代价 回答的好 那你能举一个例子吧 可以啊 就拿每个学期开始的选修课来说吧 在体育课的课卡当中 我既喜欢游泳又喜欢冰球 但是体育课的时间是固定的 如果我选择了游泳 我就不能选择冰球 所以说这个学期放弃选修冰球 就是我的选择成本 好好好 理解了成本 下面我再给你们讲另外一个经济学的概念 那就是沉默成本 什么是沉默成本啊 所谓的沉默成本就是说 过去已经发生了 现在不管你怎么做都不能挽回的成本 你们看啊 40块钱的电影票已经花出去了 电影也已经开演了 这个时候呢 你既不可能再去退票了 也不可能再把这个票转给其他的朋友了 是不是啊 那么这40块钱 可以不可以理解成为沉默成本呢 当然了 哥哥说 经济学是怎么看待沉默成本的呢 问得好 父亲说 经济学的答案非常简单明确 一句话 沉默成本不是成本 为什么不是成本呢 兄弟老问 这40块钱是明明白白的花出去了 是啊 都已经花出去了 没错 这40块钱确实是花出去了 但是他能不能算作是成本呢 你能不能再重复一下刚才说成本的定义吗 成本就是放弃了的最大的代价 对对 但是请注意啊 这里面提到了一个放弃 父亲接着说 有所放弃就意味着有所选择 有了选择才可能有成本 如果没有选择 那就没有成本 你们同意吗 对 是这样 好 买电影票的钱已经花出去了 电影也已经开演了 对于这40块钱 你还有什么可选择的吗 没有了吧 既然没有了选择 也就没有什么可放弃的了 所以说沉没成本就不是成本了 哦 我明白了 格格说 40块钱的电影票是不可挽回的 所以呢 在选择是继续看电影了 还是现在就走的时候 就不应该再考虑这个因素了 对 你说的没错 但是啊 在这个时候 还是会牵扯到成本的问题 父亲说 在经济学看来 成本不仅仅指的是金钱 除了要花费的金钱以外 还有付出的时间和精力 甚至还包括 由这些时间和精力 所带来的其他的所有的机会 弟弟说 40块钱的电影票是沉没成本 就算是白花了吧 但继续看下去的110分钟 那可就不是沉没成本了 我们两个人加一块 就是220分钟 如果把白花的40块钱 再加上这220分钟 那才是加倍的损失啊 格格接着说 其实啊 这40块钱电影票 也不能说是完全都白花了 下次咱俩就知道了 在买电影票之前 要好好的做好准备 再说了 通过这40块钱 让我们明白了 什么是沉没成本 太好了 很高兴你们能这么快 就理解了沉没成本 不是成本的道理 父亲说 其实啊 无论是在学习工作 还是在生活当中 几乎每天都能够碰到成本 和沉没成本的问题 你们俩不妨啊 留神注意一下 下次有机会 咱们在聊天的时候啊 就可以举几个例子 咱们在一起好好地聊一聊 致谢并推荐 第一 书名 牛奶可乐经济学 作者罗伯特弗兰克 是美国康内尔大学教授 第二 得到精品课程 透彻了解成本概念 主讲人薛兆峰 是中国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 好 今天就说这么多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